高雄三多路监视器记录下山陀儿台风惊人威力 狂风暴雨轰炸下整条马路出现白色气流 一辆白色货车挡不住大风吹袭 先被推着移动一段距离后侧躺在车道上 民众拍下同条街道被狂风暴雨横扫后 好几个路边摊位严重扭曲变形 有网友形容马路跟炸锅一样 像事件末日看到很想哭 虽然四号高雄还是停班停客 但许多修车厂业者还是开门营业 因为从一早客户电话就接不完 说自家的车被砖头十块铁条 路数砸坏了 车厂从屋内到屋外全都停满代修车辆 汽车维修业者说 如果只是车窗受损还有机会几千元解决 但只要车顶或A柱被压到 就算结构受损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 维修费可能都会破万 TVBS 方志成 张立玲 宋佩文 高雄采访报导 推荷